我角色是一個教練 身體已經過了巔峰的時期 但還有一夥熱血的籃球心 其實見到這班年輕人 我覺得感覺像是一個大哥哥 見到這班年輕人他們很有自己的才華 但因為他們各自的問題 就好像在人生上未必在走一條很正的路 透過籃球希望鼓勵他們走一條屬於自己的路 基本上是這樣的 這個角色也是一個癲癲的人 所以叫喪波 也挺有趣的 我都很榮幸可以拍到青春偶像劇 可以說是人生一個李程碑 當然雖然是做教練 但也好玩 我們有排戲、讀劇本 大家都很開心 我覺得他們全部都很努力、很聰明 所以都期待開拍的時候 希望可以 不是要拍完 是希望大家可以有多點火花 是拍好它 拍一個精彩的作品 第一次來UG拍的呢? 不用過張江戶隧道 在張江戶隧道之前就挖進來 是很有新鮮感的 我當自己是一個新人 其實因為合作 演員是第一次合作 但其實幕後的班底是之前合作過的 因為Steve導演 其實我去年跟他拍了一部他的電影作品 大家都合作得很開心 所以 但是這邊的電視劇 都有新鮮感的 就是剛才來化妝 見到他們 都當自己是新人 我覺得其實 經常都是跟自己說 當自己是新人 就可以發揮得好一點 沒有那麼多無謂的包袱 還有他們都很有幹勁 所以都盡量 就是要保持年輕一點 即是聰明一點 即是聰明一點 有哪位 即是錄劇本身 哪位對他的印象深刻 其實最深印象就是我們自己這一隊 即是他們那幾個 因為裏面主要有兩隊籃球隊 我是其中一隊籃球隊 即是街頭籃球隊的教練 姜濤 Edan 193 肥仔 Stanley Ian 就少一點 因為Ian是對面那一隊的 所以對他們就印象比較深刻 因為我們次讀劇本 都由早讀到晚 還有Yoyo Yoyo是我們球隊的戲裡面 軍衣 所以就印象深刻一點 例如可能在籌備 即是覺得跟TVB拍戲一樣不同 即是 是不是都少些 有這麼早的讀劇本 那又不是 其實以前在TVB都有讀劇本 我想是看不同的監製的做法 那邊都有彩排的 其他人都答不到你了 因為都未拍 但是我估計應該差不多 對我來說都是舒服的 因為今次的班底 其實其實 譬如Steve導演本身都是電影的導演 一些crew本身是電影crew 所以我想是 其實是偏向電影式的製作多些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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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對 你這樣說就馬上生氣 但是 主要我老婆是 幫助小朋友 幫助我兒子 幫助我女兒 都很溫馨 而且我覺得現在 因為我女兒又不用上學 因為疫情問題 變成經常都要想很多 很多節目給她 大家一起去玩一下 否則很可憐 覺得小朋友 這兩三年 好像經常都沒有出過 所以我們經常都會想很多 節目跟她玩 譬如我老婆還會教她彈琴 我又會陪她看一些卡通片 玩一些遊戲 所以都 搞到我比較忙 因為我除了上班之後 我回家還要陪我女兒做很多 因為我女兒很喜歡扮老師上課 如果我回家要上課 再上一些K1、K2 我女兒就當自己是老師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